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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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太貴了吧 超貴的 還有吧 不然換多少錢的 2500 難怪你怎麼補胎 你們除了價錢還有什麼其他注重的地方 我會選耐磨的 為什麼可以撐比較久 不然你去問老闆啊 他不是老司機嗎 搞不好他建議就不一樣了 好啊 老闆坐車這麼久了 去問他一定是挑選 不然你可以問他 然後你再跟我們講 老闆你換輪胎都怎麼挑選啊 重點是什麼 越便宜越好啊 挑輪胎是很多媒體 你要性能 噪音 耐磨 排水性好不好 經不經濟 實不實惠 對不對 這麼多的要素 哪有那麼簡單 啊 我知道啊 你要幫自己找到新的那個工作做了 什麼工作 給你一個新的企劃 馬上召集人馬去街訪 街訪 對 街訪鄰居的街訪 不是啊 去街頭訪問 看看有在開車的人 他對於輪胎的挑選 最注重什麼地方 這樣就知道了嘛 恭喜你啊 幫自己找到新的事情做啦 好 新企劃 趕快去 趕快去 欸欸欸欸欸 我剛才問老闆了 老闆叫我們去街訪 為什麼變街訪 因為我們可以街訪 然後可以知道大家的 輪胎選擇是什麼啊 喔呦 家家的 啊 你給我街訪 你給我街訪 嗨 大家好 我們是小日汽車頻道 那我是苦瓜 我們今天呢 第一次要來做街訪 那我們要街訪的內容呢 是跟輪胎有關的一些知識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派出了我們的特派員 小心 沒錯 那我們現在來去調查民眾對輪胎了解吧 GO 那請問你目前有騎車或是開車嗎 有 開車騎車都有 有換過輪胎皮的經驗嗎 輪胎皮 有 那是自己挑選的呢 還是老闆推薦 欸 你問到重點了 好像都老闆欸 老闆只會跟你說幾匹啊幾匹啊幾匹啊 然後多少錢 八百 一千 一千二這樣子 我比較在意安全 有在騎車或是開車嗎 開車 那上次換輪胎皮是什麼時候呢 三個月前吧 你是請店家老闆幫你推薦 還是你有說你要哪一個哪一個哪一個這樣子 老闆推薦 老闆推薦 那你有開車居多還是騎車居多呢 都蠻多的 都蠻平均的 我會自己先查一下跟平輪才會換 你是我們第一個遇到自己挑選的欸 所以你有先做過功課是嗎 會看這個頻道的應該都會做功課吧 好會講話喔 我們剛剛在抓人的時候啊 他說他有看過我們頻道 小獅汽車生活頻道小獅那一位人是一個 中間大叔 在你的意見裡面是中間大叔嗎 那如果輪胎啊你在換的時候啊 我們把它分為五個比較明顯的性能啊 這幾個你在換的時候你會比較注重哪幾個呢 可以複選 師弟操控 就這樣 操控是有在跑山是吧 對 競技的 競技類型的 你會摔尾嗎 我的車應該不太好摔 問一下你是開什麼車呢 Yaris 哦 Yaris 是的 真的喔 對 難怪會說不好摔 那你看到這些需求你會針對什麼做挑選 超重心的抓地力嘛 對 這個也蠻重要的 好 選了四個沒有選這個 舒適還好 舒適還好 那你平常有在騎車或是開車嗎 都沒有 但我有駕照 我有汽車駕照 我覺得如果我現在要替我男友挑輪胎的話 好貼心的女友 對啊 人人要喔 可能會煞車吧 這感覺現在台灣很常下 舒適性能 可能我自己坐要舒服 可能照音吧 因為我在車上會聽音樂 我不喜歡那個音音很大 噢噢噢的聲音 噢噢噢噢噢 剛剛有聽說你們是居酒屋的老闆 老闆娘 老闆娘你好 老闆司機在中山區 穿制服來 對穿風 臨申北武中山區 好 如果你下一次要挑輪胎的話 會以哪一個為重 欸貼對了 不要貼錯貼到他身上 不會啦 不好意思 舒適性 因為我開車習慣 不是那種開快車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 欸坐起來 車坐起來是舒服的 噪音吧 我自己不喜歡那種 罵吵 對對對 你知道胎文跟胎文之間啊 如果密度越高的話 聲音會大還是小 密度越高 我猜應該是比較小吧 沒錯 平常有騎車還是開車的習慣嗎 開車 你的事情 老闆幫你推薦 還是你有自己做研究在選輪胎呢 老闆推薦 噢就是老闆有推薦 你就換他推薦的輪胎就對了 不一定 噢不一定喔 那這樣子的話 你在輪胎上面 你有比較注重什麼性能嗎 摩擦係數 還有他的那個排水性 如果排水性能不好的話 其實車子在高速行的時候 他很容易打滑 因為我曾經發生過一次打滑 我剛好上去 然後有一台車 從那個旁邊交流道上來 他要進來 然後我看到來不及 我剛才踩煞車 然後那時候已經有點 後輪已經打滑了 然後那時候我想完蛋了 就還好 很幸運的是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那這邊是以上的總結 那我們剛剛統計出來呢 第一名是 No.1是 失地煞車 因為大家其實對於 下雨的時候的安全注重性 還蠻謹慎的 那再來第二名的話 就是操控性能 那操控性能的話 他就比較偏像是那種 你過彎啊 你本來只能40才能過彎 那你現在可以拉到可能60過彎這樣子 第三名是 舒適性能 那舒適性能的話 他比較像是你在開車的時候 那你在過窟窿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輪胎 彈得比較緩 或者是彈得很硬 就是感覺你的那個地面 離你很近 這個就是跟舒適性能比較相關的 我最在意的是舒適性能 再來是實地煞車 舒適性能可能就是 你會感受到輪胎的軟硬嘛 就如果越軟的話 我會覺得比較輕鬆 然後如果是 濕地煞車的話 我覺得 煞車的反應如果可以 越快的話 越好 那我們紀老師咧 小師頻道 紀老師呢 我自己為主的話 我會覺得是噪音抑制 因為有一些胎 它本來就是開起來 它的胎噪聲 就真的是很大聲 所以我個人 比較喜歡噪音抑制的部分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對於 輪胎的相關街訪 那我是苦瓜 我是小溪 沒錯 如果還想要看我們做什麼街訪的話 在下方留言喔 下方喔 一定要訂閱喔 沒錯 掰掰 掰掰 相信大家剛剛已經看完 香噴噴的街訪了對不對 這次呢 我們街訪的結果呢 就是 訪問消費者 對於輪胎 他們所注重的一些要求 第一名的竟然是這個私立煞車 第二名是操控的性能 那第三名是舒適的性能 有一點點 蠻出乎我的意外的 我一直以為呢 第一名應該是 例如這個 噪音抑制之類的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在意 噪音抑制的部分 那今天呢 為什麼我人 站在這個地方 後面 正在換輪胎呢 對 幸福就是來得這麼突然 各位觀眾朋友 剛剛香噴噴的看完之後呢 要來看 臭乎乎 不是啦 我們今天來到了 馬牌台北經銷的旗艦店 福聯輪胎 我們這次受到了 馬牌輪胎的邀請 他們準備了四條輪胎 讓我們來做一個測試 也就是馬牌的 UC7 全方面的 均衡的一個輪胎 何謂均衡的輪胎呢 它基本上 符合了大多數的要求 當然站在消費的立場 我全部都要是最好的嘛 跟這個爆頭一樣 我全部都要 跟帶山的衣服一樣啦 好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 期待事物把它裝上去 那我來為觀眾朋友 介紹一下 所謂的 UC7呢 比UC6 到底做了哪方面的調整跟進步 Let's go 好啦 在輪胎還沒有換之前 先跟大家介紹 馬牌的這條 UC7 它比UC6好在哪裡呢 相信UC6大家應該很清楚吧 它比起上一代的UC6呢 多了更優異的 濕地煞車性能以及操控性 UC7呢 在馬牌的轎車胎裡面呢 屬於全平衡性的輪胎 它擁有創新的科技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鑽石 這次的UC7呢 增加了更優異的濕地性能 因為鑽石級的配方 裡面有添加獨特的矽膠 特殊的樹脂的一個複合材料 能夠有效的把動能轉換成熱能 提升濕地的煞車 還有噪音的抑制的功能 它們獨特的這個溝槽啊 可以增加文秋里效應 也就是增加排水的性能 以減少你在路面上打水飄的一個危險發生 再來第二個 有進階降噪的一個設計 因為鑽石級焦料的配方呢 能夠有效的降低輪胎在路面上 滾動撞擊的一個噪音 可以阻斷縱向的噪音來源 並且呢 可以降低通氣氣流 通過輪胎的溝槽 所造成的一個噪音 好 這一次呢 鑽石的焦料配方 裡面呢 增加了一個網狀的聚合物 那可以完美的抑制你滾動的噪音 增加你的舒適度 還有你滾動的阻力 還有你的耐用度 全部都得到相當層面的提升 那這一次呢 準備了一台我們公司裡面的 B&W的118的小鋼炮 待會我們裝上之後呢 就馬上上路去試用 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使用的一個心得跟狀態 它順便師傅帶裝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輪胎的一些小小簡單的觀念 大家常常在討論這個扁平比的部分 胎幣越厚的話呢 就代表什麼 越有彈性 越能夠吸收震動 抑制噪音 因為傳上來之後 就變小了嘛 噪音 如果你的胎幣是越薄的話呢 可能舒適性會差一些 彈跳會越大 而且啊通常呢 比較薄的輪胎 重量會比較輕 比起呢 厚的輪胎 會多了一點點的省油經濟性 好啦 輪胎小教室2 胎壓打過高 會有什麼影響 第一個 因為胎壓打過高呢 你遇到路面的坑洞 你的跳動起伏就越大 所以呢 舒適性就會大大的減弱 再來第二個 因為你的輪胎胎壓打太高 也會減少你的輪胎接地的面積 容易造成打滑的一個危險 再來呢 過硬的胎壓 也會造成你的懸吊系統 有可能會因此受到損壞 最後 因為胎壓過高 所以呢 只要一接觸到異物尖銳的物品 容易增加爆胎的一個風險 所以記得 胎壓過高過低 都不好 一定要符合 你原車 原廠的一個規範 我以前對於輪胎啊 是最無感的 因為我覺得 平常符合道路使用就好了 感覺如果你不是開在很極限的狀況之下 好像感受不太出 些微的差異性 但是其實 對於輪胎越了解之後啊 我發現我錯了 其實輪胎真的差蠻多的 我講一個最明顯的東西 就是噪音 我對於噪音是最敏感的 所以我真的發現 有一些 新車就配的一些輪胎啊 真的回來那個噪音就特別大 我們常常跟阿呆在試車的時候 各種廠牌 各種車型的原廠車 我就會發現說 有些車子真的是在一樣的彎道啊 適時輪胎就發出慘叫聲了 阿呆我們常常去試的時候 過那個小彎 才適時而已 嘰嘰叫 我想說這是什麼回事 開起來是好像技術很好的樣子 但其實時速只有40公里而已 那我們這一次呢 收到馬牌的邀請 它這個UC7的這條輪胎 因為他們有一個輪胎實驗室嘛 他說他們有全世界唯一的一個 關於輪胎的一個測試跟實驗室啊 那他們出來的那個曲線圖啊 這一次這個UC7最優異的是一個 濕地的煞車性能 那再來就是這個排水性操控性 噪音的抑制剩下都是兼距 我看那個曲線圖最高的就是那個濕地煞車 不過剛換完啊 我們剛離開這個福聯輪胎 其實開到現在 我說我最care是噪音對不對 嗯 我其實已經對比我們換之前啊 我覺得已經安靜很多了 你們可能沒感覺 你也有感覺 真的假的 你是因為有乾爹亂講的吧 我是真的耶 真的 被車撞死敢不敢 好啦那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就直接上高速公路去做一下測試 跟上換之前 上次換之前一樣的路徑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整體的感受 不過目前呢 可能也是因為心態的關係 目前開起來的噪音的抑制是有感的 然後再來一個 我覺得它過坑洞的彈性 我覺得也非常的適中 那接下來就剩下 噪音的測試 煞車跟一個過彎的測試 好上高速公路啦 跟上次一樣的路 不要說它這個滾動完全是沒聲音 那是不可能的啦 但我覺得那個聲音很明顯的 頻率比較低 比較悶一點 比在這換之前的輪胎 我覺得聲音變得 噪音變得比較悶 比較小聲 沒有那麼高頻啊 有時候在高速公路上面 高頻的聲音聽起來會覺得 很不悅耳 會煩躁 所以它把這個聲音做抑制以外 就可能 我覺得滿神奇的 就是利用那個勾槽的設計 然後可以阻斷一些 它說縱向的一個噪音 我覺得也是滿神奇的 然後當然我覺得 除了這個氣流的擾動以外 牽涉到噪音的另外一個 當然就是材質 對不對 材質的軟硬嘛 大家都知道 我們如果接地是越硬 那會轟轟轟轟的叫 就像我們買 我們坐的一手車 有時候有一些車子輪胎沒換 它放太久 它變硬了 那開起來整個轟轟轟轟 引擎發動 你知道嗎 那個聲音轟轟轟的 你知道嗎 真的很吵 所以我開起來呢 我覺得明顯它的材質 軟化了 變得Q彈的感覺以外 我覺得它整個噪音 就真的是變得比較低頻的聲音 沒有高頻的聲音是不見的 我來了 試一下了 魚上山路了 喔 第一個彎就有感覺了 感覺變成有一點 有一種彈性的感覺 QQ的感覺 橫向的支撐力 我覺得還不錯 前方右側急轉彎 極限滿高的啊 真的嗎 這過彎速度算快了吧 我覺得這個輪胎啊 真的如它所說的 是一個很均衡的胎 因為呢 我本來以為呢 它的Type B的這個彈性啊 可以提升很多舒適性沒錯 但我認為是不是 因為它Type B過軟 就會造成過彎的支撐力不夠 那我過了 我一路開到這邊 這些山路呢 我用了這個算是 還滿激烈的 一個轉彎的一個角度啊 我認為側面的支撐性呢 還是有足夠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馬牌 邀請我們測試的這一條 UC7的輪胎呢 噪音的抑制跟抓地力 還有它的整個側向的性能 操控性能的一個彈性 我覺得都是均衡的一個表現喔 上次呢 接訪之後啊 發現大家除了安全性之外啊 其實大家都滿在意舒適性的 我們自己開起來爽 當然坐車的人也要坐起來舒服 所以這一次呢 馬牌輪胎的UC7呢 針對亞洲的客戶呢 在配方上面有做了一些調整 它就可以更加的兼具舒適性 跟噪音抑制的一個功能 所以這個輪胎呢 就更適合我們台灣人去使用了 你不可能因為一昧的追求性能操控 而去把舒適性捨棄掉 而且一般人呢 也不是隨時在路上 都是激烈在抄架的狀態 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是一個 日常使用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條輪胎啊 我覺得表現得真的是很均衡 我是覺得有點意外 我以為會有點吵啊 或者是過完極限會比較差啊 事實上我覺得表現得還不錯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欸不要看工程車也看很快 工程車也滿狠的 雖然它已經偏線了 可是我覺得它開也滿快的 你有沒有覺得 欸我以為它不踩煞車了 它開滿快的對不對 對啊 其實我一直很少去接受這個輪胎的邀請測試 是因為我原本真的是覺得說輪胎這個東西就是 我就找大廠牌的就準沒錯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當然我們沒有那麼深入的去研究輪胎 我們使用的體感是很難去表現給觀眾朋友知道的 說實在的 所以當初我就一直沒有機會去接受這個品牌的邀請 然後來做這個測試 其實輪胎對一台車啊 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有些人在玩賽道 如果你們有聽過一些有在玩賽道 或是甚至你是正想要去玩賽道的新手 很多人覺得說我的車都原廠了可不可以去開賽道 那很多老手就會告訴你一件事情說 如果你想要最省錢的方式 到賽道上去享受那個操控的樂趣 操駕的樂趣的話 那有兩件事情你必須要最省最省的改裝 一個就是輪胎 一個就是煞車 阿呆你有沒有聽過人家這樣子 所以可見輪胎真的是對於一台車子有多重要 在試了那麼多車以後呢 我也慢慢的體會到說 輪胎的一個差異性跟它的這個重要性 非常感謝馬牌輪胎 這次邀請我們測試的這條新的輪胎 叫做UC7 它的各項表現呢 我的體感跟觀眾朋友分享 台幣的支撐性、操控性 還有噪音的抑制 都有一定的水準 然後呢它的過彎 讓我覺得蠻有信心的 支撐性蠻夠的 那如果觀眾朋友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歡迎到馬牌輪胎的各大經銷商 去做詢問洽詢 那麼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喜歡的影片還記得訂閱 原來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